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那就去吧 或许那里确实会有我想要的答案 阿良 你觉得兰州城内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夕 你问的是哪件事啊 这么问我 我可没明白 别装傻冲愣的 当然说的是你在拿到课盘后 看见了另一个你的事 兰州内的事我总觉得不安 特别是那女孩和你说的那些话 咪 依依也觉得有点诡异 以往我们进食之戏可没见着自己吧 食之戏内不该都是过往之事吗 哦 我保证我以前没见过那白衣女孩 我身边一直就只有你们两位姑娘 咪 谁在问你这个 咪 我真不知道 问我也没用啊 要不是我失忆了 那和那位姑娘的对话就该发生在未来吧 不动尊者为什么要我学明经心法 他定是有自己的安排 你既是掌握了食之力的人 他总是在为你考虑的 毕竟还需要你来找回课盘 自己的打算 打算什么 于夕 连你也不知道他打着什么主意 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 不动尊者不是说了 他需聚察探 母母异动 想来也是和罗侯眷族的动向有关 总之我们听他的吩咐就是了 啊 我也就顺口一问 总觉得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比我多 毕竟我又不是石轮宫的弟子 阿良 石轮宫也就那么大的地方 秘密也就那么歇 别多想了 于夕 从我记事起 我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人 我一直觉得你就是我家人 若有事 别瞒着我 我知道 斋女大人为何会在这里 小于夕 吴来这里找你呀 嗯 小于夕 你知道地脉乃生灵之运 至地界眼流不息 人间方得生生不灭 玄冥教的家伙 此刻正在盗掘墓穴 找地脉汇聚之地 我恐他们有所图谋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啊 好 这边没有语音 我来配 诶 詹妮怎么不在 其实有些路上干戈 不如我们在这边等等 没 里面好像有人在说话 好熟悉 是九鹰 我们先进去看看 九鹰大了 我们为何要与这些凡人共事 做好你的事情 九鹰 果然是你 嗯 好巧 就解决到他们吧 现在 区区人偶就敢敢在无面前放射 糟糕 战狱 果然还是很厉害啊 果然 他们造出十字元 可能利用了地脉 难怪 此前他们在成都府 制造十字元 而从幸福就离脉光渊 吴 吴方才在外 遇见了数个十字元 更半生的煞 似乎是知道我要来此 一路围堵 为了消灭他们 我颇费了一些功夫 现在你们先到了这 才叫我肯定了学名叫制造十字元 确需借地脉之事 好 一 你看这粉色的小花 就是我上回与你说的陶儿妻 原来这儿也有这种花吗 乱看见了 不知道会说什么 主杀古毒 鬼柱 惊物 被恶气不祥 竹邪 截百毒 致风邪繁祸 失破网见 一 那就是说这附近有毒物 但毒物不能吃啊 一还是觉得上回余姐姐说的零食更好吃 好了 过了老龙岭山道 就该到家下之窟了 等离了荒野入了城 便带你去好的 于希 你再这般 小心将这小不点喂成大胖子 万一它成了白手那模样 可怕可怕 余知良 哼 你不懂什么叫高歌师吉修 多仇多恨意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嘛 啊 我还没这么多感慨呢 你倒是为了吃的就感叹起来了 那是这儿太安逸了 一 你家乡在何处 小不点觉得这世道都安逸 那它家乡究竟在何处 难道竟比这儿还糟 那究竟会是何处呢 似乎未听说过 嗯 很远的地方 现在好像可能很难回去了 对小不点儿像突然就伤感起来了 这是想到什么了 哦 这边没语音 雨漆 手里的叶子都被你揉碎了 不是那里去文习心房吗 刚才就觉得你不对劲 发生什么事了 阿良 你说依依每次 谈到家乡都 呃 都吱吱呜 确实有些奇怪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小声点 不过人总有难言之隐吧 就像咱们认识了那么久 也没听你提过自己的声势呢 浴池良 诶 别生气啊 疼疼疼 啊 我错了 松手啊 是我错了 爷爷 我有事找你们帮忙 帮不帮吗 知一事 凭什么帮你 整天见首不见尾 诶 凭咱们交情嘛 阴兄 到底什么事你说吧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能不能帮你 你也知道 我一直在追查云征兄的事 却发现了魔将白手正在追捕他们 白手 他们不都是玄冥教之人 怎会如此 这 虽然不清楚云征兄为何替那边做事 但在成都府那会儿嘛 他到底是提醒了我们的 也算是帮了我们一把 或许这回去救人 还能多得些玄冥教的消息 行吧 这事我们应下了 你们落到我白手设下的陷阱里了 休想真的出来 白手 你这是何意 没错啊 你们勾结外人 背叛圣里大人 我白手中心一片 必要出了你们 白手 玄冥教可不是只有圣女一人 没错 哼 那就是各位齐主了 幸好 到了几时 你没事吧 韻征兄 你没事吧 哼 看来 不仅没效忠圣女 也没效忠那位啊 金儿 真是大鱼翼王啊 白手不把你们 翼王都撈起来 火起来啦 大家知道火起来是 霹雳 某一个角色吗 你们知道是谁吗 哈哈 哈哈 哇 这个火起来这个角色 超久远的 双龙背 哇 天哪我还记得 大家知道双龙背是谁吗 有在看霹雳不在一起的人 哈哈哈哈 既然想跑 不跑 有下转人你吗 哈哈 走了 别怕他啰嗦 走 我十轮功弟子 当手中持正 顾天下百姓 对 万一 运针熊 我就知道你是为了去卧底 他拿玄米教动向 恩 国贤 这世间早已没有运针 你也不必 执着于此 没错 小艾没问你 运针 要是你真的是玄左 那白手干嘛追杀你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強苦 這麼形容玄秘教到新仙 一个门派内部 怎么还伸出这些事端 有的 各位其主 有的 我有活命 我该走 走 你走去哪 回玄秘教你就死路一条 自然有人保我们 谁 那位仙神 因为我的命还有用 没错 小不点 你怎么心不在焉呢 有吗 于昔和你说了桃七后 你好像总是走神 没有没有 都说了没有了 免 这是洞窟 走走 我们进去看看 看来这应该就是 家下之窟 哇 终于到了 哎 你兴奋个什么劲啊 不就是个石窟吗 还是说你的金眼睛瞧见的和我们不同 这地方有什么特别的 难不成还能复转乱世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别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神神秘秘的地方上了 依依的家乡就 哎 依依 你家乡在哪里 就不告诉你们 呃 你们肯定没听说过 说了也没用 依依来看看这机关 这个这个肯定是这个了 小不点儿 你悠着点儿 开 这边轻松打 小不点儿 你快别动了 还是我来吧 这儿的机关似乎被修改过 小不点儿 你快别动了 是什么样的呢 我大概知道这家乡之窟究竟是什么地方了 这恐怕是七年前罗侯寄件双十抵达冥界时 搭成的载具 星茶 呃 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成了个洞 都和老龙脸连一块儿了吧 这是斗转星移 真沧海桑田 呃 这叫伪装 伪装啊 鱼池哥 得了吧 还伪装 我倒觉得这玩意儿是已经差不多了 再精妙的技巧 千年下来也得成俯物 世上哪有永恒的玩意儿 好了好了 别贫了 我们小心些 进去看看 若我们在十支系里所见无误 那此内应当有可以提示 是下一块刻盘碎片线索的物件 啊 这乐声 这怎么会有这曲子 分明没人 这曲子是从哪儿传来的 阿灵 这 这是你常吹奏的 你梦中的那支曲子 梦里 这不是御池哥常吹的那首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空荡荡的也不见人 我们还是 还是先看看这地方 十三代詹女让我们来 总不会是来听曲子的吧 咦 这乐声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 难道是 那一处 那花纹和刻盘碎片上的如出一辙 好 让一一来看看 好像就是前头传来的 但要怎么办啊 难不成 要多敲几下 别动啊 小心 好像这里的机关像也被动过 嗯 改动过 但 好像没发生什么 阿灵 你反应过度了 就是就是 一彩不会每次都这么倒霉吧 哇哦 但我没说 那边被怪物围住的东西是什么 诶 上面似乎有古怪的符号啊 难道这个是紫金王鼎 像是传说中的一件宝物 阿良 依依 我们消灭此处妖魔 去看看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边有个宝箱 简单啊 真的是紫金王鼎 所以我们会有些人 我认识的 这边有些人 这个好 这边有些人 想想想想想想 约翅膏 你在做什么 这东西可以拆下来 我且看看 阿良 你最好还是 这就是詹女说的线索吗 我似乎见过这里 依依小的 这地方叫北山绿洲 依依在什么树上见过的 就在一碗粮粥里 啊 于熙 你看 我这不是找到下个地方了吗 玉驰梁 呃 玉驰哥 你可闯祸咯 于熙 你相信我 这东西真没坏 还敢狡辩 没有狡辩啊 于熙 这东西原本就是这样的 没有卧围时就会这般散开 就 就和谈成沙画一样 我只是想把这内部的一组联动机构拆走 以后找地方才方便 哈哈哈哈 竟然出来了 原来是因为紫金网顶啊 叫我即使割舍了吞噬的混沌化力 也不得从此处离开幽界 圣女看来花了些心思 不过 镇柱此处叫我不得出来 是用了这与镇柱画荒之境的九鼎铜圆的神物 那看来混沌化力的力量确实了得啊 属下与小悠抵达时 水晶简象机关就已被拆除 哼 无妨 圣女是我教出来的 她可不会只动了那些机关 只是这事居然是你来回报而不是酒阴 看样子 我的小姑娘现在是圣女的技首了 主人 照当前来看 星鬼刻盘可能被玉池梁截足先登 他若是销毁刻盘 恐怕会 要销毁石轮宫早就销毁了 这其中定还有些我不知道的官窍在 眼下 我不介意是这个人先替我保管刻盘 不是圣女反倒更好 主人 但若是刻盘被销毁 石轮的力量恐也将消失 若这样 您真正想要做的是 找刻盘的办法也不是只有一个 地脉对刻盘不是有犀利吗 地脉经千年流转 这回怕是终于到了该道的位置了 主人的意思是 刻盘会往楼兰方向散落 此事我会另派人去办 您与幼石也不用再继续盯着九阴了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你们继续去炼制石之园 寻上古法阵吧 是 属下告退 这紫金王顶究竟是谁放在家下之窟的 这个真的是紫金王顶 传说中的那个 苗 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不是传说中和那九个一样是出同源吗 怎么不是傻大个儿呢 鱼之哥 鱼姐姐 依依记得传说这顶消失百十来年了 居然被我们捡到 大吉大吉呀 这 是否事后还不好说 此物黄又年后就再没有过记载 免 这有什么关系 反正捡到了就是我们的 快来看看这怎么用吧 啊 画像 聚水画像 这有什么用 嗯 阿凉 你来试念试试 看看你能得什么来 传闻中此中会出现兽魂石 稀有的魂力 有时候则是能提升魂石未接的材料 喵 就这 卵这个大骗子 说好的是能无中生有练出好吃的呢 看来聚水画像确实是要利用出源 出源从我们行动应运而生 师尊曾说 人之动便于动天地之气 一举于动当于天地之气勾连凝出的幻化 喵 由我们行动中宁出的出源 幻化成了这些东西 幻化成了这些东西 那我们是 是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真是怪诞 紫金王鼎可容炼万物 回收利用 这样倒是方便 果然神妙 这样得到的助力也能更多了吧 紫金王鼎出现在家下之窟 怕不是巧合 说不定和我们在兰州十之戏里 遇见的那些过去的人有关系 一个说神神叨叨的话 什么去和他初见的地方 一个看不见我们 却又说什么天节 什么布置的 嗯 这话有道理 但就是 人家留给你这宝贝 目的似乎不同 这 恐怕确实如此 诶 玉希 话虽如此 那你这又担心什么呢 紫金王鼎现在在我们手里 想怎么用那是我们的事 咱们可用不着管别人的意图 就是就是 玉姐姐 你也别启人忧天了 说不定就是那宅女留下的呢 不过我也没觉得 神雀功是什么好东西 嗯 我知道 好 这边没语音 隐约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 那支曲子你梦中 总只有半节曲了 在家家之窟 也隐约想起那支曲子 我听见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以往还说 目中看见大片的蓝光 流离式的通道 还有巨大的技巧呢 现在看起来 都和家家之窟 有些相近了 你小时候 未到十轮跟他回的事 当真一点点都不记得了 要是记得就好了 就知道这曲子究竟怎么回事 曲子在家家之窟出现 这或者是第十三代斋女所说的 这里欠我的答案 答案 这能是什么问题的答案 阿良 我总觉得不大妙 你还说了过 梦里似乎多一些 灵上的片段 都是些什么 记不清的 灵上的梦 哪真的能记得起来 阿良 那家家之窟出现这曲子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那家家之窟还出现 能帮我们忙的纸巾往顶呢 这有什么好想的 芸汐 家下之窟是罗侯双十 抵达冥界之所 千年前的传说了 说是从天幕之外降落下来的 你怎么 那我们这么容易就进去了 不可能吧 我担心家下之窟和幽界 其实能连通 别说我们一举一动 都在玄冥教的眼皮子底下 我没见过有记载 说家下之窟能连通铭记 那玄冥教里的罗侯卷族 是怎么离开幽界的 这个 债女说去兰州查这事儿 还说在兰州等我们 结果也没见她 而这家下之窟距离兰州又不远 凭她这计魂转世人的本事 就想不到这地方可能有问题吗 阿良你有话明说 我就是觉得她奇怪 我就是觉得她奇怪 诡异 我们拿刻盘 她在幻花剑派 知道石之戏中藏着什么过去 又还要我们去查 说在兰州等我们 结果咱们进去 见到的是十三代的葛云一 阿良 嗯 怎 怎么了 债女的记忆是继承的 也就是说 债女知道当年的葛云一在兰州 感知到了我们这些来自未来的人 债女在等我们 其实是十三代债女葛云一在等我们 说查罗侯卷族的来处 罗侯卷族的来处 时间 百年前的人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哎 梅云支持了 得想办法恰点赛呀 嘿 你慢点 你让我想想 接下来怎么凑赞 有了 以本尊的愿力见识 完全可以靠回答你们这些 笨蛋的问题来赚钱吗 哎 来 让我看看有什么热门问题 嗯 这个不错 老子成青牛游天下 西出寒谷关后去了哪 血腰 人在西域刚进营地 老子去向至今成迷 不过我一旧就曾跟我说过 老子西出之后入一笛为浮屠 当然了我也不知真假 观众 这往下 我招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